瓜干牛 酒卖天香的地瓜干牛 瓜干牛 哥哥 今天不是飞线鸡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飞线鸡 怎么来了 我喜欢赶纳鸡的感觉 这个飞线大鸡抛水事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杨奈杰说这是剧本 这是真的吗 首先呢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剧本 因为上个飞线大鸡收摊的时候 出动了帽子叔叔 因为帽子叔叔的出现就意味着不是剧本 因为帽子叔叔也不可能 配合我们去来演剧本的 所以说剧本的一说 纯粹是无稽之谈 好的 你和杨奈杰卖的不都是瓜干酒吗 你们怎么自己人干起来了 虽然说我们都是卖的瓜干酒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吗 整个铃鱼市场 瓜干酒 有的几十家 甚至几十家品牌 我们家的这个叫酒麦天香 我们的产力是蓝铃神山 我们的造型呢 以这个葫芦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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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这叫葫芦 葫芦 葫芦 谐音嘛 以这个为主 它们是那个好像叫什么红色屏的 对 红标的 它们好像叫什么顶工 所以说它们是蒙音的顶工 不同的厂家 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品牌 所以说我们 对那个羊蛋姐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厂家 不同的品牌 当然价位和品质也完全不一样 哥哥 你能不能给大革命讲解一下这个破水事件的这个过程 讲述一下那天泼水事件的过程是吧 对 好的 我好好想一想 组织一下言语啊 可以 那天 因为我们每个大吉都是早上的七到八点对不对 对 我们要把这个酒 因为整个沸县大吉 这些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摊位除了那个羊蛋姐以外 还有那个岛鱼厕的小胖以外 基本上那些摊主用的基本上全都是咱们家的这个酒卖天香的葫芦酒 也就被称为地瓜干酒 都是用在咱家的 我们是早上七八点钟给他们各个摊位放货 到了下午的三点半以后 基本上不是大吉收摊了吗 对 开始各个他们把那个酒钱结一下 把那种 你比如说我们早上有可能放了三十箱 但是有可能他有的卖到十八箱 有的卖到十五箱 他们把他今天卖的酒钱结一下 然后剩的如果说他的车子比较小 拉不回去 我们再给他收回来 下个大吉接着卖啊 啊 而到了下午的三点五十分到四点钟的时候 嗯大概走到了那个摊位 那个摊位 嗯 我去结酒钱的时候对不对 嗯 这个时候羊蛋姐的老公王老五就走了过来 他说嗯 嗯 小便你在直播间 呃 带我习飞的节奏 嗯 我说我带什么节奏了 有证据吗 他那天你开直播 呃 说的 呃 他说那个拆棚的事情 呃 既然说到了拆棚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前段时间飞仙大吉的这个整个塑料棚全都拆了 对 都听说了是吧 对 因为当时的塑料棚 呃 本来是计划年后拆的 但是有人实名举报天天实名举报这个塑料棚 举报完以后他们就责令开除当时 呃 我不是来飞仙了吗 啊 我在开直播 直播间的粉丝还有网友一直在问 这个飞仙大吉的塑料棚怎么拆了 嗯 我说嘛 这不是有坏人举报吗 哦 原来是这样 有坏人举报 有坏人举报 然后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粉丝 都一致的认为 是他两口子干的 而他呢 我不是说有坏人举报吗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认为那个坏人就是他 所以说他就给我理论这个事情 当时理论呢我就说嘛 嗯 嗯 既然你说不是你举报的 他说他的大鹏也是我举报的 我说你的那个大鹏当时不是那个卫星卫片 不是拍吗 卫星卫片你们当时也应该知道吧 嗯知道 呃拍到了他的那个铁皮 那个 对啊我说你认为是我举报的 我还没举报你啊 既然谁都不认为是自己举报的是吧 对 然后 嗯 就那个啥吧 我说敢不敢发那个 发誓 啊 嗯 嗯 然后 对不对我说咱一起发誓 不知道亏星是不发鬼敲门 对对 然后 我说我先发 嗯 我发完了他发嗯 他发完以后各完各自发完誓对不对 你不做那个亏星是你为何害怕发誓呢 对 然后发完誓他不就走了吗 嗯他走了以后我就在给那个 呃卖酒的那个摊主 就在那个炒菜的摊主在聊天 我聊一聊今天的那个 因为咱是个 红色这个赫税把的 这是新产品啊 第一次金融市场 我想给他聊一聊咱这个的口感怎么样 嗯 嗯 市场反馈怎么样 客户怎么说 呃里面的老里面的那个里面不是有天下老酒吗 嗯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喝出来 嗯 不是正在给那个老板聊着天了吗 嗯 他走过来了 拿着一杯热水照着我的脖子 还有脸 啊 就泼了上来 然后那个热水 就顺着我的这个脖里往下流 往下流 我当时那个秋衣啊 湿了好大一片 嗯 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天气 它是冬天 对特别烂 那个热水进去以后 整个秋衣冰凉冰凉的 最少两个小时 暖了两个小时都没暖干 嗯 嗯 然后不是 破湾热水以后他不是要走吗 嗯 嗯 我说 破湾热水你又想走 你那么嚣张吗 你是街霸吗 你还是急霸呀 对不对 对 我说 嗯 打电话 必须叫帽子叔叔过来 嗯 对不对 然后就有了 嗯 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 刷到过了 刷到过了 刷到过了是吧 嗯 然后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就是 嗯 我在大街 我在大街 嗯 杨淡姐的老公 王老五 拿热水泡我 嗯 杨淡姐的老公 拿热水泡我 我在沸腺大街 帽子叔叔 赶快过来 嗯 我要那个 需要寻求帮助啊 然后 他就在那里 我不是一边打电话 但是他在那里还在不停的骂 他不仅他在骂 而他的那个亲戚 我不知道是他的是姐 还是妹妹 有两个 指着我的鼻子一直在那骂 嗯 因为当时我在别人的摊位上 对不对 我感觉他在那里骂影响不好 对不对 嗯对 然后我就从那边离开了 来到我这边的 因为这边 来到我们自己的摊位 就在那里一直等那个 等那个帽子叔叔 等到 一直等帽子叔叔 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吧 嗯帽子叔叔就来了 这个时候 嗯 他一改他刚刚那个嚣张的语气 哎感觉瞬间成小绵羊了 哼 然后说说给那个帽子叔叔说 我不小心 嗯 给他开玩笑 热水 撒到他他身上了 他这个理由多多少少有点牵强 对 因为这个 你碰到 把一个人碰到热水 他有可能撒在那个衣服上 有可能撒在那个脚上 对 也有可能撒在那个裤子上 对 但不可能 这个热水从别人在脸上顺着脖颈往下流吧 是的 对不对 帽子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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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叔叔没来的时候 对不对 指着我的鼻子在那吗 那嚣张 那跋扈 那嚎厚 等帽子叔叔来了以后 对不对 我在想 你刚刚你那牛逼劲呢 对不对 对 你刚刚你那嚣张劲呢 对 你接着嚣张呀 你接着牛叉呀 对不对 对 然后 这个时候就那个帽子叔叔叔 问我这个事情你想怎么解决啊 对不对 我说道歉 嗯 必须要 赔礼道歉 最好是发视频去道歉 嗯 然后 帽子叔叔两边不停的那个协调 嗯 不停的协调呢 嗯 你们也知道这个 过了那个四点半以后 接近五点了 那个天色是越来越黑 对 空气了也是越来越冷 嗯 那个时候我身上真的是 非常的凉 非常的凉 嗯 嗯 这个时候呢 非先大吉的那些 很多那个摊主 嗯 还等着我去结酒钱 因为我因为我前面说到了他们的车小 他们那个酒 他们也完全拉不完 他们等着 对不对 多余的酒我要去收回 要下个大吉再放给他们接的卖 嗯 嗯 你要等着我去结酒钱 天色是越来越冷 嗯 这个时候那个 帽子叔叔已经给他 携上了半个小时了 对不对 嗯 他依然是 拒绝道歉 不做任何道歉 嗯 这样一直在拿耗着 这个时候那个帽子叔叔就就说嘛 天天冷了 你别感冒了 我带你去买点感冒药 帽子叔叔还是比较贴心的 对 为民的好公仆嘛 嗯 让我想带我去那个开车买点那个感冒药是吧 我也想这么冷的天大家都不容易是吧 对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贪主等着我去结钱 我还要去弄货 我想算了吧 我说 嗯 你们我给帽子叔叔说 是吧 王老五 该批评的批评 该教育的教育 但是绝不能姑息 对 他这次能对着我泼热水 没准他下次就能对着我泼硫酸 对对不对 对 虽然说 泼热水也许这个事情不大 但是 他属于那个寻衅之势 对影响比较恶力 对 所以我说嘛 你们该那个批评的批评 该教育的教育 对不对 对 道不道歉 随意吧 格局 对 这就看出了我们龚总的格局了 好了 感谢龚总对本次泼水事件来龙去脉的讲解 龚总有没有想对 大哥们大姐们想说的 感谢所有哥哥姐姐们的支持与陪伴以及最近对我的关注啊 谢谢咱所有的粉丝的支持与关注 感谢 喝最后一句话啊 喝那个地瓜干酒 一定要认准咱家的酒麦天香 对不对 不是同一个品牌 一定不要混淆了 来这个酒 葫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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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那个咱四伯家的主 好的 感谢龚总的坦率坦率与真诚 好